吹牛的黄鼠狼 有一天,黄鼠狼提着一个赚满小瓶子的篮子交卖 香水,香水,好香的香水哦 青花突然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他问黄鼠狼 请问,你卖的是什么呢? 黄鼠狼回答 这是由五种花瓣体验出来的超级香水 此时,孔雀先生也好奇地温 那,这香水香吗? 黄鼠狼得意洋洋道 这是淡然的 这时,小鹿刚好路过 他也好奇问道 那,这香水的香味达到什么程度呢? 黄鼠狼此刻更得意了 他说,不是我夸张 光是我打开香水瓶子的盖 香味就可以洋溢整片森林了 在旁的山羊听了后就感到不解 问道,那既然香水怎么香 那为何你自己不投上一线呢? 黄鼠狼突然感到一针的羞愧 然后,红着眼跑开了 大家见状,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